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全新节目 赛后讨论区 今次就想跟大家来说9月22号 这个赛马日的一些重点 和大家必须要注意的一些重要事项 在这个赛马日上面 潘顿就三win 赢了赤马洪峰 美丽满满 和人磨加轻 成绩方面他都叫做不错的 虽然三win看起来成绩不错 但是实际上我认为潘顿 照道理应该不止三win 还有些马是应该赢的 但是他跑了指定第三 指定第四出来的 那些马其实我认为 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 因为那些马其实都不差 很多只都是因为骑法出现了少少问题 导致了输的 我相信如果你有买到他的指定第三 甚至是指定第四的马 你应该都会明白我说什么的 我觉得明白我说什么的朋友 大家可以自己去到留言 说下你买了他的指定第三 甚至是指定第四的马的深性 又或者感受 说出来我们一起讨论都可以的 不浪费时间说那些了 因为在这条片上 我希望简短一点 还有有一只避忘的冷马 想和大家来到去分享 所以我们放多一点时间去讲那只冷马 至于今次要讲到的避忘冷马 就会在这一场第四场的四班一千米赛事上 要避忘的冷马就是这一只六号的帝豪之星 为什么会说需要避忘这一只马呢 我们一起来到去看看 到底这一只帝豪之星在上场如何跑线 一起去片 看一看线 好了 那一开集了 那我们一起来到去认一认回 到底哪一只马是帝豪之星先 好了 帝豪之星就是这里的这一只 红色箭嘴指住了他 红衣红帽 除了帝豪之星之外 我希望大家也同时留意这一场马 那一只热门的勇创派对 看看何宅尧跑得如何 因为他这一只马 都有个重点想跟大家来到去分享 大家一起来到去留意这两匹马 那一只勇创派对是哪一只呢 黄色箭嘴已经指住了他的了 浅蓝衫浅褪浅帽的 一起看这两只马怎么跑先啊 再见到第三位就浮合超德 外面位置还有不可挡 最初粉红衫那只佳应精神在那四搭的第五位 内兰还有蓝衫南衫蓝眼走 就是银河飞马 后多层才有欧洲导弹 那只勇创派对现在在Mais 4被人顶住在三搭 内兰摄上去还有大盗指标 未以帝豪之星 暂时大盗口就旅游拿督来的 转弯的时候前面富高八斗放 第二位不可挡 第三位守着内兰位置 那只令才佳应精神迷到来 接着第四 外面蒲合超德 内兰第六位还见到马匹有银河飞马 扔到最外面那边是勇创派对 好了 转到来最后二百多米 富高八斗贴栏 看到外面位置 佳应精神逐步上来 马林中间银河飞马 外面位置还有蒲合超德 最后一百米银河飞马 在中当逢马过马 赢紧这场赛事 跑第二名是富高八斗 第三名是那只佳应精神 第四名是那只勇创派对都生生来迟 结果这场赛事 前中段贴栏的马都是跑得好些 银河飞马早段贴到栏 直路上只是追过那只放头的富高八斗 都几时佳应精神跑第三 更加欠的马跑第四 是勇创派对 好了 整场马就看完了 大家见不见得到这两匹马 在上场怎么跑 首先跟大家讲一只 热门的勇创派对 这一只勇创派对 最后跑第四 其实他这个第四 我认为都输得挺冤枉的 原因是因为 这一只马其实全程都蝕了 一路走三叠来跑的 基本上步步都蝕了 他骑到好像金枪六十 所以我认为 其实这一只马 真的输得很不抵的 但是输得不抵都没办法的 因为赛果就出来了 他要跑的指定第四 你都催他不胀 但是最重点是 到底我们避不避忘这一只马好呢 下次买不买他呢 我认为 其实再买这一只马 下次是有个条件的 就是当这一只马 不是跑 C加三蓝的时候 就有机会再跟进这一只马 因为这一只马 他实力是有的 很明显是有的 但是这一只马 如果经常做热门的话 他就能输得有借口 好像C加三蓝 这条跑道 在这一场马 其实C加三蓝 是利于一些 比较贴蓝摆前走的马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场马 回来 赢的 跑头三名的马 都是一些贴蓝摆前走的 而这一只勇创派对 就是后上的 他的跑法太被动了 所以 其实 跑C加三蓝 他是比较吃虧的 所以 如果下次不是跑C加三蓝的话 我认为 这一只马 可能才再值得跟进 否则 他再做热门 再跑C加三蓝 可能 他又有借口再输了 好 另外 就想和大家说 这一只冷马 帝豪之星 红色箭嘴指着的这一只 其实他今场 都是一直处于 一个很被动的位置 基本上 和那一只勇创派对 一样禁蝕 但这一只冷马 反而 我觉得值得 来备忘 值得大家去重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仔细看 这一只帝豪之星 最后的三百四十米 如何跑 扔到最外面 是勇创派对 扔到最后二百多米 富高八斗 贴栏 看到外面位置 家应精神 逐步上来 马林中间银河飞马 外面位置 还有蒲俠超德 最后一百米 银河飞马 够中间银河飞马 在赢紧赢计 跑到第二名 是富高八斗 第三名 是家应精神 第四名 是勇创派对 都生生来迟 结果这场赛事 前中段贴栏 都是跑得好些 银河飞马早段贴到栏 那么直路上面呢 好了 大家留不留意到 那只帝豪之星如何跑 那只帝豪之星 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 在后面 后面冲上来 你可以看到,最後三百多米的時候,這隻馬不斷耐閃 騎士還去打左手邊 導致前面的馬阻礙著他,他衝不到,一直都騎不到 所以你能看到,騎士一早已經收了僵 一早就隔起了屁股,沒有騎到這隻馬,按住了他 但是這隻馬居已經按住衝上來,大家看不看得到 好像螢光幕上面這張圖,騎士按住了他 但是這隻馬都湧上來跑第六 所以我覺得這隻帝豪之星絕對是要被忘的 這一場他之所以輸,完全是因為他的跑法被動 私家三難,還有他的檔位不利,排著10檔 還有因為有馬阻礙他,他才跑不出 如果下一次他抽回個漂亮檔 能夠跟前一點來跑的話,我覺得這隻帝豪之星絕對有機 而且他的賠率這麼糟糕,四十幾倍 所以我覺得這些馬值得備忘 值得大家下次來留意 所以我覺得這隻帝豪之星大家可以記住了 對了,如果大家還發現到什麼備忘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又或者你覺得這個賽馬日有什麼事情值得討論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去談 絕對是可以給大家發表自己的意見 大家在下面留言就可以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大家記得訂閱,按鈴鐺 還有like,comment,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